他昨天萬人擊敗到了 不過蔡總統說這個 昨天民進黨的存在會在原山大飯店 然後穿著棒球外套 然後跟媒體說這個冷氣還不錯 會不會覺得是民主運動 寫上最大的控制 民進黨政府 說一套 說一套 大熱天 穿外套 完全 沒有請天 在烈日底下 所有人民的聲音 而在原山大飯店 吹著冷氣 說風洋話 我們希望 做得不公不義 完全沒有辦法 傾聽人民聲音的 民進黨 下降 大家的好朋友們 你們辛苦了 你們辛苦了 真的太陽好熱你們辛苦了 我們要給國昌 館長 也給我們自己 一個滿滿的掌聲 我們要向前走 感謝大家 掌聲 寬呼 謝謝 七年前 民進黨 說要公平正義 蔡英文總統 就職典禮說 司法 不讓人民相信 司法無法打擊犯罪 司法 不再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說得這麼好聽 七年了 民進黨的司法改革 只剩空殼 康康康康 空口說白話 碰碰 超多 對不對 我們大家算一算 光最近 怪異間 修法 說要優先修法 結果變成幽靈法案 我們的警察同仁 就白白犧牲了 不但這樣子 外奸 爽奸 爽奸 是錢貴司法的後花園 沒有人在插 沒有人在管 我們的警察弟兄 有了多少血 多少的生命 啃求民進黨 趕快修法吧 趕快修法吧 尤其 要打破假釋門檻的黑箱 讓在受刑人 重大患罪責 提高假釋門檻 不要輕易放棄 讓這些受刑人 應該得以的懲罰 尤其我們看到 錢貴黑金 滿滿都是 IME 供養錢貴 血甲88槍 砰砰砰砰 造成太陽光電 百億 利益 攤在陽光底下 也看到採購疫苗 海血到現在 都查不出來 一個政府 不可以信賴 這樣的政府可以信賴嗎 可以 我上任 我們 成立 新的特殤子 絕對不會任何黨派 我們拒絕任何特權關說 還給全民一個公道好不好 你知道嗎 我相信 以我扮成這樣妹妹咬咬 絕對會還給全國人民一個希望 我要在這裡 特別藉這樣的機會 我們的明年之首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詐騙詐騙詐騙 官方統計 我們一年 被詐騙的金額 多少 700億 這是有統計的 沒有統計的還有多少 有多少人因為這樣子 一輩子的血汗權 化為烏有 家破人亡 這樣的民進黨還不重視 不但這樣子 根據學者 法務部的統計裡面 這三年來 從六萬件到十三萬件 案子辦不完 傷害更多的無故的人 這樣的政府 完全不可以信賴 要讓人下來對不對 對 我 對這個詐騙案 跟我們的警察弟兄 好好的聊過很多 怎麼打仗 警察很無奈 告訴我說 我們抓到要死 放的放 輕判的輕判 更重要的源頭 沒有管理好 我們的世衛發展部 社群網路平台 假投資的廣告 下架了嗎 沒有 我們的網路 購物資個資 外線沒處理 我們的金管會 悉尼貨幣洗錢管道 人頭帳戶 一而再 這二三的患難 完全不管 NCC 電信境外 留隊 不追查 法務部司法院 侵犯 這才造成我們 中央事所無策 毫無辦法 不願意大破大力 展開打炸 所以打炸國家隊 是在打假的 他沒用心嘛 所以警察弟兄說了一句話 降帥無能 烈死三斤 降帥無能 烈死三斤 所以 今天換我來做 打炸 騙得越多 判得越重 騙得越多 判得越重 毒放過他們 尤其 我要在這裡特別給我們的年輕朋友說 我們的黑道猖獗嗎 我們兄弟橫行著著 黑道 跟槍毒掛過在一起 無論如何 給人家 讓人家會怕 所以我上任 我會在修華成立中央一個 黑道幫派 認定審議委員會 嚴格管制黑道幫派 尤其 尤其 對 未免18歲 參加黑道幫派的 主事者 好 集成員 加重其行 瓦解黑道幫派 不用怕黑道兄弟 在這裡 咬來 咬完 就咬完 好好徹底瓦解幫派 槍毒從源頭管理 大家倒上拼 好嗎 好 好